就别乱说啊 别随便应成人去 伤害人的事不能说 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的说 开心的事看场合说 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就你续道了 别人的事要小心的说 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事怎么说 我们说这个书归正传啊 这个这个骗子的 他基本的骗法没怎么变 常见的一个就那样 但是的问题是这么大 天体要这么大 这么多人 他论概率也总有人是不断在上当受骗 你就比如说电话打电话 说啊您中大奖了 中多少多少钱 中汽车了中什么了 行您也汇来了点钱 您交点税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奖给您 哎你别看这个屡试不爽 总有人上当 安徽书城又有一例 生活在上海的潘先生 最近带着妻子回老家书城扫墓 刚到老家就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 他说你现在是买了手机 我们是香港金飞集团 在北京搞个意买活动 你现在是中了奖了 中了十七万八 就在潘信夫妇惊讶的时候 突然一个自称是北京公正处的人 也打来了电话 经过几次与北京公正处的电话咨询 潘信夫妇打定主意 一定要把这个大奖兑回家 而就在此时 那个自称是北京公正处的人 提出了收取2000元兑奖公正费的要求 潘信夫妇一咬牙一跺脚 就把2000块钱打了过去 而在夫妇俩等着收钱的时候 对方又打来了电话 几分钟之内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十九万八 打进你农业银行这个账号 他说后来我就讲了 我说那你们打过来吧 他说不对了 他说现在呢 你必须还要交四千六 那个人所多税 离十九万八只有一步之遥了 潘先生在心里一电量 用四千六换十九万八值 就这样 潘信夫妇不知不觉就打了六千六百块钱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号称香港国际银行的总监也打来了电话 九千九 他就跟我明讲九千九 这地方税 你交来以后 我马上就跟你一二三打过来了 这时潘信夫妇猛然间想到 他们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到底主办方存不存在 对潘信夫妇来说还是个问号 可是知迷不悟的夫妻俩还打算去北京弄个明白 我到北京去啊 我肯定到北京去 我的医院就是在怎么样 我到北京去干活 这个人找到 那算我幸运 找不到 我去去吃教训 去北京肯定找不到啊 所以我们说只能是我们再重复一遍 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啊 贪小便宜吃打亏 你比如说吧 在湖北武汉的武昌 那有个姓郭的一个人 他是也是外地人咋的处 前两天不是说那个盐要涨价吗 这哥们一下吧 一万三千斤盐 结果没过两天 你看这个市场就平复了 包括昨天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也说了啊 这盐的流通是非常正常的 于是一万三千块钱砸在手里 一万三千斤的盐呀 吃吃不了 运运不走 卖卖不出去 退退不回去 怎么办呢 据最新消息说的呢 湖北省盐务局武汉分局的官员就说了 说我们想办法帮他啊 是退回来的 还协调一下 于是马上就有实质就说 说不能帮他 为什么呢 他当时他为什么要买一万三千斤盐盐 就谁家再吃 他吃不了一万三千斤盐盐 当时他要买一万三千斤盐盐 他意味愈合 他说干什么 可能要倒啊 想发一个发一笔财呀 那现在砸自己手里 所以说如果这这要是要再帮他啊 帮他退一下呢 本身就破坏那个规则性 再者 如果这个呢 盐务本书来出手帮他 那这边就有很多猫腻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 这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是同样发展安徽 我们怎么就老说的安徽 主要是我们这个节目取材是选的安徽卫视的比较多啊 依然发展安徽 不过这次改淮南了啊 还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安徽淮南市的郭师傅开了一家修车铺 二月中旬的一天 郭师傅正在修车 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陌生人 哪里要来操厨房呢 四十岁 我是做这个药材审议的 来搞台盘的 郭师傅家正好有间空房要出租 于是在看完房子后 租房子的人告诉郭师傅 自己回去整理一下就搬过来 租房者说自己还要出去收货 买卖的事让郭师傅带位照应 说完便将十五个台盘放下就走了 第二天收台盘的人就上门了 郭师傅赶紧给租房者打电话 郭师傅这个收台盘的人来手了 他将去卖给他 卖给他这个钱已经带手一下了 因为卖的是一千两百多块钱 又过了两天 一个陌生女人来到郭师傅家 带来了十八个台盘 要郭师傅交给那个租房者 郭师傅电话联系了租房者 对方要求郭师傅以每个台盘 七十元的价格收下那十八个台盘 买进是七十元 卖出是八十五元 郭师傅看到这买卖的利润不小 便动心了 那个陌生女人似乎看出了 郭师傅的心意 第二天他又来了 是三百九十个 花了是两万七千三百块钱 当时写的想象一个赚十五元 一个也都赚几千块钱了 第二天跟这个男人打电话 那个男女人 我明天总来 去结果呢 总员没来 后来说打电话 电话就不通了 郭师傅恍然大悟 自己上当了 一看袋子里面装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写的难受 天上不会掉现名下来的 提醒一下 不能探小便宜 梁闻博士在笑 我们不是兴赞乐祸的笑 所以说这个探小便吃打亏 连那个郭主任自己都说 这典型个双簧嘛 你看啊 有点像昨天那个 那个到表店片手表似的那个 先做一个局 所以说这个啊 这个什么啊 布什路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死山中啊 好 我们说完那个片啊 再来说下面的事 台湾高雄啊 有一家啊 那个有水费单嘛 然后你看 哟 这水费单不便宜啊 十三万 拿出水费账单 仔细算一算 个十百千万 十万 没错 水费就要十三万 这张鬼松松的水费单 就是眼前就位彭先生家的 拿出平常缴水费的转账证明 几个月都是三百块左右 这个月竟然要十三万 当场让他傻了眼 让我们来帮他算一算 十三万的水费 等于用了八千三百九十度的水 一度等于一吨 八千三百九十吨 用两千公升宝特瓶来装 各位观众 可以装四百一十九万五千瓶 这样你还不清楚吗 那再换个方式告诉你 像这么大的一个游泳池 九个水道 总共的水量 只不过用了一千两百吨 可是彭先生家里面 却用了八千多吨 每天有一两千人在里面 才会用到这个量 连游泳职业者都不相信 一般家用可以用掉这么多水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彭先生拿出一张张的施工照片 怀疑是去年十一月左右 内政部营建署下水道工程处 在家门口进行工程 把自家的水管弄破 大量漏水 不过营建署的人员否认 那个自来水工程去限定 看是不是我们的关机 对 如果是我们的关机 我们就负责 做勘验的工作 13万的水费 该怎么解决 两边互踢皮球 只能悬在那边 水工师提议 吸收一半 但是彭先生 还是得付七万多块 所以成立比葫芦账了 你比方向前两天 日本说的核危机 在福岛的核电帐 不是有这个说五百死士 死士吗 这些人得坚守的 五十死士 其实有三百多人 在坚守的 你说马上问题出来 说你不是 你日本说发明 那个机器人 你很牛 不是 那这这怎么派上机器人 那日本发明出了 说第一 我没想到 有这么大的灾难 第二 我们很多发明的机器人 还都在实验室里面 还没法量产 所以你看 日本所有的机器人 是漂亮 很可爱 唯妙唯孝 活色生香的 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候 你看 营样落枪头 关键时候掉链子 这还不如咱们陕西西安 有那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用起来挺划算 他会做刀消灭 而且乐此不疲 这个库斯奥特曼的机器人 是陕西一家面馆老板 请来的师傅 专门做刀消灭 我是从网络上看见这个机器 然后自己找到一个公司 人家也是当时也没有 这机器还没有生产出来 我就是提前预定的那台 到现在才能 老板说 请机器人来当刀消灭师傅 相当划算 原本请两个师傅 一年要花五万元 现在一个机器人 只需要一半的费用 这几年他最起码 省税 那个 一万五左右 顾他 他面的薄荷 由我来控制 然后他也不会给我发脾气 他 我想让他干好的时候 他都得 都得干 一个营销的油头 顾着机器人 这个 销出来面 未必能好吃呢 好 目光马上再转到台湾 台湾呢 有一个男的 挺潮 然后呢 他呢 就是会跳舞 跳街舞 人被称为是街舞歌 其实跳街舞不稀奇 最重要是他在哪跳 这很神 一名潮男就在大马路边 忘情的跳起舞来 这一招就像是 Michael Jackson上身 只差没有跃出漫步 不过已经让对街楼上的 一群女学生很嗨 跳舞 女学生宛如粉丝般的尖叫 似乎给了这名潮男掌声般的鼓舞 这位大哥把快车道当成星光舞台 各位观众 瑞奇马丁招牌电动马达 我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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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扭 真好酷 新旧舞步 我都会 接下来 Lady Gaga舞 趴在地上前进 该走性感风 对街楼上的女学生 看得开心 越挤人越多 这个情境几乎每天都在这个路口上演 让学生封他为街舞歌 虽然跳舞不违法 潮男也跳得开心 不过选的地点就在快车道 您看看跳舞的时候 车子可不是专属舞群 车来车往 这一不小心撞到 可是一点都吵不起来 还可能断送了自己的舞蹈神崖 所以说 这不是跳舞 这玩命 这游病吧 据说一个男的 买了一个iPad 2 很好 赶着潮流 结果媳妇回去训他 说你这怎么会 这么糟 你才退回去 没办 他就要给苹果退 写了条子说 媳妇不让 结果苹果经过研究以后 苹果又决定把iPad 2送给他 写了条子说 苹果说可以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明天大社会 明天同志时间再会